本期節目由FUNBOX贊助播出 嗨大家好我是蠻之德 今天我們來開箱最新的戰鬥陀螺 就是 這個 BXG07 雷霆天龍隨機強化組 左迴旋的陀螺再添兩顆 這個是來自鋼鐵騎兵世代的復刻 使用者也是人氣很高又很帥的龍牙 新的玩家可能會比較好奇 為什麼會有兩顆天龍 就是因為在鋼鐵世代的時候 天龍的上盤可以經由不同的組裝方式 產生上升攻擊型跟連打型的組裝 X世代的復刻可能是考慮他整體陀螺強度與安全性 所以就直接做成兩顆 改造後的對戰概念還是一樣的 新舊版的盒裝可以看這張圖 新版有致敬舊版的盒繪 不過這個龍牙好像沒有重畫 看起來是長得差不多 舊版的裡面還有附發射器 新版的裡面就只有一顆陀螺 記得還要再購買龍騎士 才會有左迴旋的發射器喔 然後新版的陀螺增大了不少 差不多跟神仗一樣大了 OK看完簡單的介紹 我們就馬上來開箱看看內容物吧 GO 首先我們從Upper型看起 這顆主打左旋上升攻擊 擁有左迴旋Upper刃 加上攻擊性能高的零件組合 可以實現強力的Upper攻擊 接下來我們看戰刃解說 王佐的Upper刃配置在三個地方 重視攻擊的左迴旋戰刃 這顆主要的打擊點 是外圍長得像龍爪的地方 面積也蠻大的 然後這整顆陀螺偏圓 在這個外型上面就先加分 然後我們往他的側面看 可以看到這個上升的角度也是蠻大的 鐵的部分也比塑膠突出很多 應該可以很輕易的把對方給擊飛 他搭配的E-60輪盤還有F軸 都是老朋友 也是現在場上都很好用的零件 偏重的輪盤再加上攻擊軸 這個配置真的是很兇殘啊 我們看下一個是連打型 這顆主打左旋猛衝攻擊 擁有連打刃的左旋戰刃 加上攻擊性能高的零件組合 是對於強力衝刺攻擊的特別配置 好看戰刃部分 王佐的連打刃配置在三個地方 連打攻擊重視的做迴旋戰刃 跟剛剛不同的是 比較大塊的刃變成像龍靈一樣的連打刃 在對戰的時候可以慢慢的去削減對方的動能 側邊看的話還是有一點Upper的系統 只是沒有像剛剛這個角度這麼大 然後這一顆的輪盤跟軸心 跟Upper型的是相同的 我們直接來看它的對比 那最好刃的方法就是 紅色貼紙為Upper型 黃色的是連打型 然後兩邊主打刃的位置也都不太相同 這樣看起來雖然兩顆的分類都是攻擊型的 但等等測試我覺得應該也會有很大的差別 那兩顆重量的話我們看圖 相差不會太多 好那麼介紹完零件的部分 這邊要補充一點 在官方比賽的時候 規定雷霆天龍只能夠出現一顆 所以只能夠挑Upper型或是連打型其中一個上陣 這點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最後我們要來做測試階段啦 我們的對手挑右旋神杖 搭配的是9-60B軸 然後左旋我們挑龍騎士 搭配的是4-70P軸 馬上來看看這兩顆天龍能不能夠打贏目前場上的強力配置吧 ена嬤 拍照 拍手 2 3 4 4 5 5 6 7 8 9 9 9 10 10 10 13 15 20 20 20 明天势 可以 用口 把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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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哎 嗯 b 第二 previous 1 年的 3 比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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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比率 4 比率 3 比率 OK 好的測完了一輪 我個人覺得這兩顆好像表現都還好 打擊力都不是特別突出 然後消耗力也差不多 可能還是要針對性的去改造 才會有比較大的差別 那這個天龍的硬傷還有就是偏輕 所以更需要注重其他的細節 比如發射角度或是配置強度 也是一顆想要上 必須要做更多功課的陀螺 如果你有配出不錯的配置 也歡迎留言給大家參考 也許可以救起這顆鋼鐵的復刻陀螺 好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測試分享 喜歡記得幫我點讚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大家沒有按讚 我們下級的設計 選擇 這次的顏值 有這麼大 我聽到